小小年纪为什么这样很多 他用水枪去射蚂蚁 下得数千蚂蚁仓皇逃窜 他又一脚摧毁了整个蚂蚁窝 但他还不满意 又拿着水管去冲 洪水瞬间淹没了整个乙穴 只因为他比蚂蚁更高更大 原来小孩一直被霸离 每次被恶霸欺负后 他就会变本加厉地将仇恨 对准比他弱小的蚂蚁身上 但他还不知道 他的所作所为 已经激怒了乙渠的大巫师 他召唤了风 召唤了雨 召唤了雷电 终于研制出了一瓶神秘药剂 看着满目疮痍的一切 巫师发誓要为以赌报仇 在这天深夜 巫师带着一只赶死小队 偷偷潜入了熊孩子的卧室 巫师爬上他的耳朵 往里面倒了一滴神秘液体 发光的药液顺流直响 请客间电闪雷鸣 熊孩子大叫着惊醒过来 床上的被子变成了起伏的沙丘 内裤也变成了他的几百倍 熊孩子被变成了 蚂蚁大小的小屁孩 巫师这时也出现在镜片中 一种小队扛着熊孩子就跑 他们一路翻山越连 来到被熊孩子摧毁过 无数遍的义学 巫师一把将熊孩子推了下去 以学幽暗因僧宛弱魔窟 这里有距如大象的毛毛虫 还有无数蚂蚁组成的螺旋电梯 他被带进了义学的最深处 两只蚂蚁卫兵 押解熊孩子到了乙族一会大厅 他要在这里接受蚂蚁的审判 让一个人变好 才能让乙群勇绝后患 熊孩子必须跟着蚂蚁生股 直到他变成一只真正的蚂蚁 才能获得自由 大巫师提出了反对意见 这是一只母蚂蚁排众而出 支持以后的决定 小蚂蚁每天都要接受密室训练 或挖成了熊孩子的专制保姆 但谁都不喜欢他 也没人愿意跟熊孩子组队 草丛里危机四伏 只是一个小小的玻璃碎片 就可能要了一条虫物 还有更危险的大黄蜂 他们成群结队的大肆抢驳毛毛组 以群连忙展开还击 一只黄蜂很快被击落在地 但还有更多的黄蜂在天空盘旋 熊孩子被吓得仓皇逃窜 却不知道已经被一只大黄蜂盯上 他连忙跑进草丰深处 突然发现了一只鞭炮 熊孩子集中生智 用玻璃碎片聚焦阳光 点燃了鞭炮 为以群驱赶走了黄蜂大军 蚂蚁们荒芙雀跃 熊孩子也得到了一群认识 好吃好喝的立马伺候 熊孩子试着吃下一口 酸爽的感觉让熊孩子根本听不下来 不过等他吃完才发现 那些绿色的果冻 都是从毛毛虫肚子里拿出来的大